Hello 大家好 今集是特別報道 明天3月13日 黑色星期五 香港電台會有一個開會 電台約將顧問行常會議 急需處理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投訴香港電台誹謗香港警隊的事 在3月13日 星期五 會議時間是早上9點15分至11點半 會場是2小時15分鐘 華記這條彈說 建議大家在早上11點到香港電台 天下為公 是公益電台的公公 香港電台集合簽名和遞訊 要求廣播處長梁廣榮 重組電台節目 和將所有黃色電台節目主持人DQ 倒閉了 當然現在不可以這樣做 你給信人叫人倒閉了也不是太好 出席團體是香港和平力量 KOL男人幫大聯盟華記全力支持 希望大家廣傳出去 行動代號 拆台大行動 清潔香港 人人有責 支持香港警察 投訴香港電台節目 日期是3月13日明天的上午11點集合 地址是香港九龍廣播道30號 在門口集合 說多次 明天的3月13日星期五上午11點集合 地址是香港九龍廣播道30號門口集合 大家有時間就可以出席了 明天就沒有時間 因為我要趕我手上工作 而且這段時間我都希望 因為我完成這個工作這一年之後 跟公司申請完結後會放一星期假 我希望可以在這段時間 約一些議員 談及現在口罩的問題 醫管局還未處理的問題 以及一些區議員 我想約多一些議員去談 多天拍片 走不掉了 明天就不會出席 因為我要趕工期間 大家就廣傳開去 如果能夠到的就到了 那就趁一哥 我們希望可以 我不需要說 控制傳媒 因為現在傳媒就被那幫人控制 我們不需要我們這邊控制 但只是說需要的話 就是逼到傳媒說回事實 正如我剛才跟大家說 李先生的情況 其實只有星島日報報道 Yakku搜尋 是只有星島日報搜尋 就是搜尋的 Yakku很多時候會有講文 我就看到星島日報有 但有時候不是的 當你黃色的東西 其實很多保障都有報道 而Yakku也很好地 將他們有幾十個 但是 Sorry 所以我們要拿回正確的資訊 我們就需要多些傳媒 站中立 好像說我們這些正能量的資訊 他們永遠都不會出現 所以唯有我們自己做 大家加油努力 拜拜